凌晨三点多的龙门渔港 吊车将货柜一个个送上货轮 货柜内装的不是物资 而是澎湖的垃圾 白天货轮抵达高雄港后 这些货柜会接着送到岗山 或是人物焚化厂待烧 没有焚化炉的澎湖 所有能待烧的垃圾 都得经历一趟跨海之旅 跨海清运不但要看老天的脸色 还要配合焚化厂当天待烧配额 但这些都不是最大的问题 高雄筹民国106年起 要求待烧县市去回运抵渣 澎湖垃圾处理成本暴增约三倍 抵渣回运处理的成本来讲 其实老实说是比待烧的费用付出的成本还多 加上后端的转运的部分 抵渣的处理的部分 我们整共的一顿垃圾的成本 是要6000多块 只能被动接受待烧县市开出的条件 这上轻运成本高 抵渣回运的后端再利用每个困难 澎湖在岛内选址要新建环保园区 但环团持保留态度 今天焚化炉来了 感觉好像解决了我们现在的问题 可是我们现在的垃圾 其实在分类上做的没有不够确实 那这些如果是厨余 或可以烧的不可以烧的 通通进焚化炉里面 其实会制造非常大的垃圾问题 不单是澎湖 台湾各里岛都没有焚化炉 却都是观光热点 特别今年受疫情影响 报复性鼓里潮 让各里岛观光旺季的垃圾量 翻倍增加 澎湖小流球及绿岛等地 这几年也陆续推动 增设饮水机 环保杯租借等各种源头减量措施 饮味水已经用了大概330公吨 那以330公吨换算每一瓶 每一瓶我们600毫升的一个保特瓶装水来讲 大概是50万瓶 手机扫QR Code就能免费借环保杯 屏隆小流球除广设饮水机供游客居民装水外 也结合在地商家推出流行杯 有效减少塑胶垃圾的量 恍惚今年也跟进这些措施 而绿岛则推动让游客帮忙杯保特瓶回台湾 帮忙绿岛的居民带一点垃圾回去 能帮忙就多帮忙 让有更好的这份环境可以传承给下一代 打开纸箱满满的玻璃酒瓶 为避免造成环境负担及危害 环团把他们再制成其他容器 送给协助淨摊的志工民众 生活上的东西我们不想要再让它变成垃圾 对环境也好 对开采人也好 那个危害都是很大的 绝对不亚于塑胶 阔海清运只能治标 减量人得从源头做起 各领导从政府到民间 大家分工合作 只为守护自己的家园 不让热色也成为离岛的风景之一 院士新闻综合报导